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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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列顺序上 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准确时间位置 不会与其他年份错乱 比如今年是2018年 在整个纪元历史中 无论时间跨越了多少世代 这个2018年只有一个 但甘之计时就麻烦多了 每个年份只有固定的甘之年号 却没有自己固有的数字时间定位 甘之60年唯一循环 单说甲子年 到底是哪个甲子年 以公元纪年以来的2000年当中 就有几十个 重复实在太多 而且历史越长 重复越多 显然甘之纪年 怎么也比不上数字纪年 简单清楚 实际上天甘地支 不仅仅被用作 既时间这么简单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它还被中华民族 广泛地应用于预测之中 据皇帝内经的记载 在远古时代 中医就运用天甘 来预测疾病的发展趋势 在唐朝的时候 又发展为 以记录年月日时的天甘地支 作为预测事物趋势 与结果的专用工具 即使时到今日 以天甘地支为工具平台的 预测方法 仍然是最具优势的 预测手段之一 天甘地支具有的预测功能 经过中国人长期的运用 被证实有非常高的精确度 这让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天甘地支是超越 现代科学的先进知识 严格地说 古代人们创造天甘地支的 真正用意 是记载天上与地上风 寒 湿 灶 火 这五行支器的运动变化规律 这才是天甘地支 隐藏的最大秘密 在夹 夷 顶 丁 物 脊 羹 心 人 鬼 这表明天上的五行之器 在暗部旧班的遵照五行相生的规律运行变化 在子 丑 银 某 陈 刺 五 味 深 油 虚 害 十二地支的五行性质特色中 银某携带着风气 四五 携带火气 深油 携带灶气 害子 携带寒气 陈物丑味 携带痴气 表明出地上五行之器 以一种独特的规律运行 既遵循五行相生规律 但又不完全遵循五行相生规律运行的模式 六十甲子的原本意义 也不是用来记载时间 而是用来记载在特定时间内 天上与地上的五行之器状态 比如六十年的天甘地支 它记载的是每一年当中 主宰天上与地上的五行之器性质是什么 比如甲子年 它要表明的是 当年天上以逐渐增强的风气 为铜管的主宰 地上则是以逐渐增强的寒气 为铜管的主宰 又比如鬼亥年 它要表明的是 当年天上以逐渐衰弱的寒气 为铜管的主宰 地上以逐渐衰弱的寒气 为铜管的主宰 同样每月每天每时的甘肢 也是记载着当时的天气和地气性质 为什么古代人要不厌其烦地记载 夏天地五行之器的运行规律呢 因为这不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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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肃然更改 秀石新城 人 刃也 阳气潜伏地中 万物怀刃 鬼 鬼也 万物必藏 怀刃地下 窥然萌芽 石天干揭露的是自然规律 是万物生长的规律 从一颗种子落地开始 生根发芽到茁壮成长 最终回归地藏 体现了生命的生老病死因果关系 这个因果关系 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的作用力 结合前面所讲述的五行能量 它们之间是有相互对应的关系的 甲乙同属于木 甲为阳木 乙为阴木 代表春天 在东方 丙丁同属于火 丙为阳火 丁为阴火 代表夏天 在南方 物极同属于土 物为阳土 己为阴土 代表四季中最后一个月 在中央 耕心同属金 耕为阳金 心为阴金 代表秋天 在西方 人鬼同属于水 人为阳水 鬼为阴水 代表冬天 在北方 由于天干 同样具备阴阳和五行的能量 因此会形成 相生相克的关系 相生的关系就是 甲乙生丙丁 丙丁生物极 物极生耕心 耕心生人鬼 人鬼生甲乙 相克的关系是 甲乙克物极 物极克人鬼 人鬼克丙丁 丙丁克耕心 耕心克甲乙 除了相生相克的关系之外 天干还多了一个关系 叫五合 五合的关系是 甲乙合化土 乙羹合化金 心柄合化水 丁人合化木 物须合化火 说完天干 再来说说地支 地支 共有十二个符号 分别是 子 丑 银 某 臣 似 五 畏 申 有 决 亥 而十二地支 也对应了我们的 十二生肖 子年出生的人 生肖属鼠 丑年出生的人 生肖属牛 银年出生的人 生肖属虎 某年出生的人 生肖属兔 陈年出生的人 生肖属龙 四年出生的人 生肖属蛇 五年出生的人 生肖属马 未年出生的人 生肖属羊 深年出生的人 生肖属猴 有年出生的人 生肖属鸡 虚年出生的人 生肖属狗 亥年出生的人 生肖属猪 如果把下粒 对标我们现在的阴粒 也就是农粒 从银开始起 是正月 智愁 就是农粒的十二月 其实每个月 都有节气 真正的计算方法 是按二十四节气对应 简单理解 在下粒中 每一年的粒春 就是今年的开始点 也是上一年的结束点 时辰的计算方法 是以晚上的十一点 至一点为子时 每两个小时为一个时辰 大家按十二地支的顺序 顺速对应即可 地支之间还存在 行冲汇合的关系 首先说说三合 指地支相合的三合局 分别是 银五须合成火局 甲子尘合成水局 亥某渭合成木局 四有丑合成金局 还有六合 指地支相合的两两相合 共有六足 故称六合 分别是 子丑合图 银亥合目 某须合火 陈有合金 四身合水 五味合图 还有地支六冲 分别是 子五相冲 丑味相冲 银身相冲 某游相冲 陈虚相冲 四害相冲 还有地支三行 分别是 银行四 四行身 身行盈 丑行虚 虚行味 味行丑 子行某 某行子 陈无有害 自相行 有两个陈或更多的陈 有两个无或更多的无 有两个有或更多的有 有两个亥或更多的亥 则陈陈相行 无五相行 有有相行 亥亥相行 居属自行 最后是 第支六害 分别是 子味相害 丑五相害 银四相害 某尘相害 深害相害 有虚相害 共六种相害 称六害 相害右脚相川 以上六种关系 十分复杂难记 羊宅风水中的应用不多 大家了解这套系统就好 再说说干支的阴阳关系划分 阴阳的划分跟天干的方法是一样的 干树为阳 偶树为阴 结合五行的能量 以及方位和空间能量 分别是 阴某属木 阴为阳木 某为阴木 位居东方 时间为春天 四五属火 四为阴火 五为阳火 位居南方 时间为夏天 身有属金 身为阳金 有为阴金 位居西方 时间为秋天 害子属水 害为阴水 子为阳水 位居北方 时间为冬天 陈虚丑魏属土 陈雾为阳 丑魏为阴 位居东南 西北 东北 和西南 时间为四季当中的最后一个月 好了 关于天干和地支的详细内容就先说到这儿了 干支这套时间体系是个非常庞大的系统 上面我仅挑出了一些在风水上的常用知识 上面的所有知识我都会做成表格 放入最后的笔记部分 大家不用急着做小抄哈 好了 我们继续讲课 上面分别细讲了十二天干和十二地支 那它们又是怎么结合成六十甲子的呢 将阳的天干与阳的地支结合 阴的天干跟阴的地支结合 就会形成六十甲子 排列顺序相当简单 类似于我们的数学概率那样 可以把天干看成A 地支看成B A1B1就是第一种排列甲子 A2B2就是第二种排列一丑 循环叠加就会最终在A10B12也就是鬼害结束 如果还没看懂 笔记里我已经做好了六十甲子的表格 大家去参照就行 最后我再教大家一种有趣的记录方法 是种相当科学的推算方法 平常看见算命或者看风水的老师 常常在手指上点来点去 其实就是在敲排山掌 先来说说天干的排山掌 从左手指最上方的节点开始往右推算 到达为止后回到大拇指最上方的节点 然后再往右 也就是食指的第二个节点继续横向推算 到达为止后又再回到大拇指结束 我们看看整个排山掌图就能发现 每根手指最上方的节点和第二节点之间是六合等 再看看地支的排山掌 地支字符从左手无名指最下方的节点 往左推算 绕一圈 最后在小拇指最下方的节点结束 我们仔细看整个排山掌图就能发现 这套方式的奇妙之处 最关键的是学会排山掌 逼格上两档 当然排山掌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的记忆 大家如果用其他的记忆方法 或者直接对表也都可以 天干地支的记忆内容比较多 我都做成了表格 放在后面笔记了 本节课我们会开通复制 大家可以把表格复制回来学习哦 好了 本节课就先说到这里了 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